各位们,刚才带五彩去公路上散步回来 然后从那里过的时候看到那里有条黑色的小狗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走 就在这里 小狗,小狗 小狗 小狗 在这里 小狗快来快来 你看他脖子上还有笋子的 不知道他是自己离家笋子咬到 让离家处走还是被别人启养的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看没,就躲在后面去了,胆子还是有点小 有没有可能是五彩在这儿 吓着他俩 因为小狗的话应该也比较害怕这种大攻击 让他先熟悉一下,看看等会儿出不出来 小狗,他从这儿钻去了,出来了,快 我给小狗喂,你等会儿再吃 这是给那个五彩喂的那个鸟粮 我给他放在地上,看他吃不吃 五彩,五彩 你别欺负小狗,让小狗先吃 等会儿我,你到我手里吃 五彩,五彩,五彩 听话,听话到我这儿吃 他跳起来摩托背 你太难吃了,快过来 你给小狗留点,给小狗留点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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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看,他捧我给小狗喂 你看到没 我这个手里都还没吃完 好强势 五彩,太真虫了 我本来是分成两个手 我说哪个手给小狗喂 哪个手给他喂 他居然不干 太霸道了 小狗赶跑了 我现在回家去找个碗 给小狗装一点 给他放在旁边 等他先吃点东西再看一下 走吧 打到那儿去吧 哦哦哦哦 我得走了,我家了 走吧 不过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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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